大家好,我是Erika 今天天气很热 现在休息顿就是最热的天气 7月8月是最热的天气 我看看今天几度 今天 现在是36度 每天就这么晒 我现在是在花园 后花园 在休息顿 基本上每个房子都有前后花园的 我在花园种了有果树 有点菜 也不是青菜了 就是瓜 有西瓜 豆角 白瓜之类的 现在疫情期间 都是在家里种种菜 但是我不会种 我只可以把把炒 是我老公种的菜 我就平时帮他把把炒而已 我也怎么会种菜 就少点出去吧 现在在家里种的菜也够自己吃 有时候多了可以送点给朋友吃 这样子 今天中午呢 我女儿做了披萨吃 我女儿做了披萨吃 她有时候就挺喜欢 做做西餐这样子 今天我想跟大家说说 就是在美国的 中国零学生 零学生的问题 这段时间都比较 比较紧张了 现在中美关系这么紧张 最不好过的 我觉得就是留学生 从疫情开始 封行以后 留学生都是进退两难 回国呢 机票又贵 留在美国呢 生活费也是一种负担 他们上学的时候 很多人都选择住学校 现在学校关门了 他们就只能在外面租房子 当然有亲戚的 可以到亲戚家里住 没亲戚就在外面租房子住 你看租房子是特别贵的 美国 而且呢 还有平时的生活费 租一个小房间 在休息顿的话 都要五百块钱 你看五百块钱 差不多都够我一家 我一家五口 差不多都够一个月的伙食费了 所以这里 美国租房是很贵的 上个礼拜了 上个礼拜就是 川普政府就宣布说 如果大学在秋季 秋季只提供网课的话 在他们学校读的国际学生 就要必须要离开美国 这样子 我以前在休息顿 在社区大学也读过ESL读语言嘛 刚才时候会英文 现在也不是很 现在也不是很会说 就读过ESL课程 所以我在一个社区大学的 一个华人 华人开的一个大学互助群里面 那里面有很多中国留学生 那个群有400多人的群 我看到他们在里面都 都觉得很彷徨 不知道怎么办 在休息顿的大学 就是很 就是秋季开学 都是 都是 上网课的 我女儿读的大学 很早就 就知道 就确定要上网课的 但这样问题就来了 美国 美国的大学 很大部分的收入 都是来自于国际学生 如果没有了他们 就是美国的大学 会不会倒闭啊 你们说是不是 所以美国 美国有几家名牌大学 他们都很紧张 就 就把川普政府告上了法院 今天看新闻说 他们达成了协议 跟美国的大学 政府就恢复了 国际学生可以上网课 也可以学 也可以留在美国 就 全部政府就妥协了 所以 留学生也终于可以松口气 本来留学就不容易 是吧 现在还成为 政治 中美两国政治的模型 有时候我真的想说 留学生真的太难了 这段时间还有 还有一个 在我们华人里面 就是疯传的 讨论的 一个问题 就是美国会禁用 国际版的抖音 还有微信 那个抖音就是TikTok嘛 在美国也是很流行 大家都知道 他禁用TikTok 对我们华人没有 没有多大关系 但禁用微信的话 就很大影响 你知道 微信对于我们华人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 除了平时跟国内的家人 朋友啊 联系之外啊 很多商业活动啊 都是依赖于美国 那么 依赖于微信啊 所以 现在华人都想办法 再另外开辟西境 就另外找办法 另外找办法去 去看看有什么 还有什么 社交元件可以用 现在很多人都 都 都 转用到了那个 叫Line的一个 社交元件 说真的 这个Line 我以前 都没有听说过 他们都说这个 社交元件在 香港和台湾人用的 比较多 国内就是 应该没有人用吧 所以 现在他们都 都纷纷下载了 那个Line 我的朋友圈 这几天都很多 朋友 把自己的 自己在Line的二维码 发上去 就 就吩咐 新旧朋友 就加油到 他们的联系当中 恐怕以后会吸烈 微信用不到的话 其实呢 我就觉得嘛 金融抖音 海外版的抖音 的可能性 比较大吧 因为 海外版的抖音 美国人用的比较多 好像有好几千万吧 而且还是美国的主流群体 影响力也很大 所以他禁用的可能性 也会很大 但是微信呢 就是用户主要还是 华人 我们华人华裔的比较多 在美国没有很大的影响力 如果真要屏蔽中国的应用元件的话 我想也没有那么容易吧 所以 我觉得大家也不必过分担心 是吧 我是不担心 还有今天看到了 新闻说 修西顿可能会再度封城 嗯 嗯 好了今天就跟大家 聊到这里吧 有些朋友说 我的 我的国语 就是普通话说的 就一听就是南方人的口 口 口吻 真的我 我是广东人 所以我的普通话就是这样 啊 把娃子OK啦 不过 普通话我觉得就 听的人 还是比较多吧 好了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